大家好,我是小红,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大部分的女人都天生细腻,性格多愁善感,似乎这样的本性是一个女人的代名词,所以一般女人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像男人那样很直接地去表达。 当然,拒绝一个男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女人因为精直,因为内敛,她们会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得不说以前人们往往谈情说爱的时候,彼此传达爱意,只能用书信,或者以见面的方式来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 而如今,随着信息交流的发达,也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当然,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更上了一层楼。 所以如今,我们在生活中不凡看到网恋的大军,所以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女人信息或者微信的回复当中发现她对自己的感情。 当然,对于一个男人,由于恋爱经历的匮乏,或者是太过于自我,经常会被女人表面的善意所蒙蔽。 说实话,其实判断一个女人心里到底是不是有你,对你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其实通过一个女人对你的回复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 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对你也是这样,不妨想想当你和女人聊的时候,她是怎么回复你的呢? 是很用心,还是随便回复的那种? 所以,当一个女人用这三种方式来回复你,说明她心里根本对你没有感觉,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一,很久才回复你的信息。 说实话,一个真正心里有你的女人,一定会随时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会时不时地去看你的朋友圈或者微博。 所以更期待你的消息,她会在收到你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内就回复你,就算回复得晚了,也会和你说明具体的原因,不会量了你的心。 所以,若一个女人心里没有你,即使你给她发信息,她也不会在意,所以不会及时地回复你, 更不会对你解释不回复的原因,对于这样的女人,一个男人真的没必要再发了,否则换来的更多是失望。 这样的女人真的不在乎你的感受,你等得再着急,心里再难受,她也是感受不到的,不妨想想,何必呢? 即使你给她打电话或者见面问她有没有收到关于你的信息,或者问她为什么不回复,她也只会轻描淡写对你说,她没有及时看到,当她看到信息的时候,也已经太晚了,所以索性就没有回复。 不妨想想,如今手机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个女人势必早已看到你的信息,只是你的人根本不在她的心上,所以关于你的信息,她才会舒适无度。 2. 用敷衍的态度回复你 我们都知道,女人天生是一种感性的动物,如果一个女人心里有你,回复你的消息不及时,而且一个男人也能够从她回复的自立行间里感受到她对你的热情,她对你真心地流露,而她似乎和你有永远聊不完的话,而且只要是你找她,她似乎随时都有时间。 说实话,若一个女人心里没有你,即使你给她发的是柔情蜜意,而那个女人也会用无关痛痒的回复来敷衍你,似乎对于你的热情,她都像是被双打后的茄子一样,对你表现得非常的消极,有时候也许她心情好时就多回你几句,心情不好时索性不回你,甚至对说出一些比较扎心的话。 如果一个女人是这个样子,那说明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而你在她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 三,往往只回复一个字,说好听点,这样的女人是惜子如今,说难听点,对你根本就是不屑一顾。 作为一个男人,无论你是多么用心编辑的信息,而那个女人或许连看都不会看,就直接回复你嗯,啊,哦,之类的字眼。 所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敷衍你的女人,一个男人真的没有必要再为她浪费时间,否则就是打自己的脸了。 说实话,一个心里有你的女人,不管你聊什么话题,她都会认真的对待,也会认真思考后回复你的每一条消息,生怕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如果一个女人,你及时给她提问题,而那个女人也会以单字来回复你,让你深感索然无味,你最好尽快放弃,对于这种感情,不是坚持就会有回报的,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不是吗?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觉得对你有用,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